字幕提供 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這兩天大家打開WhatsApp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會有個視窗彈出來 要求你們同意新的私隱條款 才讓你繼續用WhatsApp 這件事一出馬上引來很多人不滿意 讓我們一起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事關WhatsApp在1月6日就宣布更改了私隱條款 並在7日開始陸續向用戶發出通知 要求用戶同意WhatsApp 和Facebook共享用戶資料 讓Facebook可以向用戶改善個人化廣告 以及提供Facebook產品給WhatsApp的用戶等等 還說如果用戶在2021年2月8日之前 仍未同意或者拒絕條款 就會被刪除帳號 不能夠繼續使用WhatsApp 雖然大家都知道WhatsApp和Facebook是屬於同一間公司 互相分享用戶資訊都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今次用戶一拒絕就會被刪除帳號 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滿 今次WhatsApp收集的用戶資訊不少 包括電話號碼、相片、聯絡人資料 甚至IP位置、定位資訊都會被收集 不過WhatsApp自己就強調 用戶的訊息內容仍然有保障 發送出去的訊息並不會保留 WhatsApp的伺服器 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改善廣告的用途 叫大家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問我 WhatsApp既然是一個一定要用的軟件 看來暫時我們都只是有一個選擇 就是同意這個條款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裡 拜拜